在新店北新路一段45巷内的柳公郡旁有一棵老张树 地方工作者认为这棵老张树对于柳公郡的历史变迁 以及在地文化具有相当深厚的意义 那因为老张树正好位于建案开发基地内 为了避免老张树受到伤害 因此向新北市提出了珍贵老树列馆的核定申请 希望能够将老树原地保留 位于新店北新路一段45巷内的柳公郡 里头有一棵老张树 职业茂密的老张树不仅为整条柳公郡清水绿带 增添了许多绿域悠闲之感 也见证了柳公郡在地方上历史兴衰 为了避免建案开发而让老张树受到的伤害 有地方工作者向新北市议员陈宜君陈勤 希望能够将这棵老张树列册成为珍贵树目 依照温石老师他们的说法大约有200多年 对那他有一些历史卖入包含我们柳公郡的 那个鞭破护体的作用 对所以以历史价值来说的话 它是非常具有历史意义的 经过新北市农业局警官处现场会刊 这棵老张树直径约为104公分 依据新北市树木保护自治条例规定 符合离地高度1.3公尺处的树干直径 达90公分以上的条件 因此会依照核定公告程序列管为珍贵树目 同时未来如果需要移植或因开发影响 建商都必须提出报告和申请 一旦经过公告列管的程序之后 未来的移植或是说要做任何的修剪 这个部分都必须要经过我们农业局的核准 像这个部分除非是未来的开发 要做一个申请建造的时候 那这个树木的移植或保护计划 必须要在申请建造之前就要提出 对于老张树的保留地主理先生表示 如果能够保留就保留 对于自己的开发建案并没有任何影响 没有影响啊 树流的没影响啊 树流的好啊 树能活就流的啊 我没有差啊 我也不盖到这里来 对不对 我要留空地啊 不过针对地主的说法 地方工作者吴伯伟表示相当质疑 因为从去年开始老张树就出现病灶 向地主反映之后却不见任何治疗动作 认为地主有意要让老张树病死 而目前可以确定的是 经过农业局警官处测量评估 老张树已经确定拥有列管为珍贵数目的条件 预计在45天内会进行公告 记者杨邦友超方奇新店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